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行纪检监察组 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员党委书记、行长张东向涉嫌严重违纪委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中国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 和江西省宜春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